一个月后,白渊父子三人和方无赤已然抵达九天仙海,朝和狄乌龙约定之处飞去。 十日后,藏匿于虚空中的狄乌龙和纪伯元发现四人飞来,便与四人成功会合。 方无赤看着狄乌龙, 二弟,只要我们杀了谭云,然后将他的头颅交给先帝大人,你便立了头功。 我们也会跟着你守到封赏啊。 大哥,你我还有白渊贤弟,都是大地净食一剑,这次谭云他们差池南飞。 一个时辰后,万重云海岛,林霄到点之内,谭云已将全身肌肤淬炼完成,迈入十八阶空间霸体初期阶段。 盘系而坐的谭云,一跃而起,清河出声。 空间霸体。 殿内虚空震产军裂之际,谭云的体型暴涨至四千丈之距。 感受体内充斥着前所未有的力量,谭云的剧童流露出兴奋之色。 如今随着我肉身力量变强,我的大地魂强大程度,只比大地净食一剑。 谭云思寸之际,随着他修炼空间霸体,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神通,空间囚龙。 这神通既可控制敌人,亦可给自己创造时间逃命。 此外,空间囚龙和时空倒流两大神通,一年内只能施展一次,而且每次施展的时间都不过瞬间。 以我如今的实力,足以轻易面杀大地净十阶大能,十一阶的大能一样没有问题,若我手段尽处,也有和大地净十二阶顶级大能一战之力。 我一定要在千千成婚前将他带走,否则,成婚之日我若出手,功法便会暴露。 还有,我若对付一名十二阶的顶级强者有些困难,而狗仙帝可有着越级挑战大地净十二阶的实力。 除了狗仙帝之外,还有数位成处,都是大地净十二阶。 到时候,就算我和宿兵他们一道出手,也未必能从那里救出千千,而且功法一定会暴露。 如今距离千千成婚之日,只剩一年一个月有十天了,我该动身前往通天县城了。 思虑过后,谭云化为正常身高,穿上了一身紫袍。 这时,沈素斌玉庆,唐木义妻女,间迈入了四十八层大殿之内。 在妻女身后,则跟着盈盈,方止庆,如雪,沈素贞等咒女。 如今的真机,已经是大地净四阶十里,沈素斌和盈盈为三阶,其余人等皆为大地净二阶。 沈素斌朱唇清齐。 夫君,我们是不是该前往通天县城,去找青千了? 啊,我们务必在千千成婚之前阻止他们,否则,婚礼一旦开始,强制如云。 届时若我们一战,必然凶多几少。 我们何时动身,前往通天县城呢? 你们先戒着闭关,我稍后便与三弟一道前往通天县城,有需要时再叫你们。 随后,众女便离开了四十八层,返回各自殿层之中。 下一瞬,谭云便出现在仙山之上。 上官冲,你当我宗大长老之事,近日必须给个交代。 谭云出现在仙山之际,永生仙宗护宗大阵之外,忽而响起一道苍老之声。 此刻,狄乌龙和纪伯元正踏空而立。 至于方无赤,白鸢三父子,如今已藏在了狄乌龙的时空法宝之内。 狄乌龙当然不会傻到一上来,就让无心上神叫出谭云。 那样一来,岂不是打草惊蛇给了谭云逃命的机会? 交代,哈哈哈哈哈哈。 无心上神散发大地境八阶的气息,只见其右臂一挥,护宗大阵便消失不见。 无心上神腾空而立,玄庭于狄乌龙纪伯元身前前掌掌之外,弹出一根手指指指纪伯元。 本宗主打他,那是他的荣幸。 怎么,你以为你晋升了大地境十一阶,就敢在本宗主面前放死了? 无心上神自信,以自己大地境八阶的实力,别说对付一个大地境十一阶的大能。 就算对付两个,也是绝对没有问题。 狄乌龙望着无心上神。 哼,上官虫,你还以为本宗主怕你不成? 今日不给你点教训,我狄乌龙还如何在九天陷害昏迹? 你退后,纪伯元,本宗主来占他。 属下遵命? 大地境三阶的纪伯元领命之后,便朝后方天际飞去。 上官虫,今日就让你知道知道本宗主的厉害。 狄乌龙右手一番,一柄死亡属性的一阶极品神器扩建,便在右手凭空出现。 吾吾声不绝于耳,苍穹如鬼七气之间,以鼓鼓漆黑的死亡大地之力,自己体内澎湃而出。 傻! 狄乌龙化作重重残影,掠过千掌虚空。 挥起一道漆黑剑王,便斩向了无心上神的头颅。 金铁交击之中,火星四箭,无心上神右手一挥,一柄神刀架在了扩建之上。 等时,一股巨力自神刀上传来,无心上神的身体凌空下坠十丈。 反观狄乌龙,竟是神色镇静地被劈飞了数万丈之举。 二人受刺交锋,高下立判。 本宗主叫薄心薄是你的对手。 狄乌龙一副发疯的样子,手持扩建,冲碎虚空,再度朝无心上神杀去。 同时向时空法宝内的方无耻他们传音。 大哥,白贤弟,准备偷袭。 说时迟那时快,狄乌龙已杀到无心上神身前。 手腕旋动之际,一道摩天剑王便朝无心上神狂暴地斩去。 无心上神身弱鬼魅,急速穿梭在道道乌黑剑王之间。 转瞬间便出现在狄乌龙头顶之上。 哼,去死吧! 无心上神挥出一刀,天穷崩塌,风锐刀芒便横斩狄乌龙的脖子。 而就在无心上神以为狄乌龙会脑袋搬家之时,狄乌龙的身侧,两名大地径十一阶的老者忽然幻化而出。 方无耻手持神剑直刺无心上神咽喉。 而一旁白鸢张口之际,一杆空间属性晶莹剔透的长矛便朝毫无防备的无心胸膛抱舍而去。